字在生活 欢迎收看自在生活 我是慧莹 有些人他们拥有一事在事 努力不懈的特质 就让我想到爱迪生 贝尔还有莱特兄弟等等发明家 那耳熟能详的孙中山 他也经历了十次的革命才成功 这些百折不挠永不放弃的精神 值得我们效法与学习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字就是尝试的试 那这个字呢不论是努力不懈的精神 或是尝试跟考试还是试验 都是属于一种执行的动作 你有发现吗 但是呢这个字呢 试字的由来 由字体的组合 我们就可以清楚的了解了 首先我们看到小传 在说文解字呢 用用也来解释这个字 那这里的用就是行使跟施行的意思 左边是一个言 右边是一个是 许盛认为说这是一个行生字 再来回顾一下左边言的经文 有没有像一张上下嘴唇的嘴巴打开了 然后中间的舌头表示在说话的样子 那右边的是又是什么呢 许盛说是法则跟制度的意思 那法则跟制度 透过我们的嘴巴说出来表示执行 这就是是这个字的由来 不晓得大家同意吗 唐代杜甫的去以行 为是囊中参御法 明朝且入蓝田山 其中是是常事的意思 那是行跟是非也是一样的用法 当测验用的时候 像是我们说的考试 口试 笔试等等 还可以当作探测 刺探 例如韩妃子 外出说左下 主贤明则悉心已是之 不孝则世间而是之 接着快速看一下基本资料 是 注音符号是 部首是颜部 总共十三话 现在一起写一次吧 简体字简化了左边的言 汉语拼音 是 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 总是要经历无数的测试跟试炼 才能够功成名就有所作为 但是时间越往前推移 大家就渐渐的发现 这个考试并不是判断 一个人价值的唯一的方式 重启量只能说是单一标准 相当方便的一种做法 那在中国古代社会 想要封关 佳绝 逾越龙门 除了皇室贵族 还有名门清贵以外 一般的平民是不太可能的 一直到汉代开始有了考试制度 选贤语能才渐渐废除了 分封跟世袭的选试制度 汉朝的考试制度称为查举制 是由地方的长官在辖区之内 随时的考察以及选取人才 再推荐给上级或是中央 被适用以及考核以后 再任命为官职 一直到魏晋南北朝时的 九品中正制 也就是九品官人法 奠定了日后隋唐 以及到明清时期科举制度的基石 那科举的文官选拔制度 可以说是引领世界潮流 国家考试制度的先驱 就连孙中山先生他所制定的 五权分立当中 考试院的设立 也是源自于科举的考试制度 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科举 科举制度的人才选拔上面分成四个等级 而我们常说的秀才也就是 通过基本童子式的人 也就是入学考试 取得生源资格以后才能进入府 州县的官学学堂去学习 之后再正式参加科举考试 而乡市每三年在各省的省城举办一次 考期大约是在八月 所以又叫做秋市 考试以后是举人 就可以受任现官职 那在古代呢 中举以后不但可以升官 还会发财 第一名称为戒员 而会市录取以后为共生 考期举办于乡市以后的隔年二月 所以又名春市 那最后一关的殿市呢 就如同我们现在的面市一样 是共生到皇帝的殿上 由皇帝亲自测问 录取的就是近市 第一名是状元 第二名是榜眼 第三名是炭花 那基本上这些等级的结构 是很严谨的哦 在清代无尽子的 《如临外史》这本奉刺小说当中呢 有一篇很有名的 《范靖众举》 他就是以范靖这个角色 和他岳父浮屠户 还有邻居的互动 来道出当时社会的人情冷暖 还有虚情假意 在他还没考中科举以前 家中经济穷困潦倒没钱吃饭 但是呢还是要去省城来考试 只好向岳父糊涂糊来借钱了 却被骂得狗血淋头说 不要失了你的食了 你自己觉得中了一个相公 就癞蛤蟆想吃起天鹅屁来 意思是说 你少在那里得意忘行了 才中了一个秀才而已 就痴心妄想着要中举 那好死不死范靖 后来果然就中举了 曾经瞧不起他的糊涂腹 态度是180度大转变哦 对范靖鞠躬哈腰阿谀奉承 还尊称他是天上的星宿 贤婿老爷 还替他整理衣裳 范靖到了家门口的时候 他高喊着老爷回府了 然后还有街坊邻居也不简单哦 他们都来夹道欢迎祝贺 每个人对于范靖考中科举前后态度 都判若两人 从冷眼旁观轻视看不起 转变为毕恭毕敬 可以知道当时的社会是人情反复 事态炎凉啊 跟现在也差不多 那读书人呢 他们沦为科举的战俘 人格也受到严重的扭曲 在放榜的当下呢 听到自己哇 考中科举了 以为还是骗他的 那范靖那时候呢 他不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咦 好了我中了 然后呢 就此发疯脱续了 整篇故事 以考中科举的前后 作为时间的区分点 来批判科举制度之下呢 典型热衷公民的下层知识分子 把大部分的青春年华 跟人生目标 都放在科举重地 取得公民利路 来光耀门楣 深受当时教育体制的迫害 但是呢不可否认的是 科举制度大大的改变了 人口的结构形态 因为呢从宋朝开始 科举就不再论出生的背景 或是贫富差距 只要你肯用功 就能够出头天 那政府呢 也能够从此 选拔出优良的人才 在唐宋时的科举制度下 有唐宋古文八大家 出头天了 包括韩玉 柳宗园 欧阳修 苏巡 苏氏 苏彻 王安石以及曾拱 等八个人 每个都有当过大大小小的官 那有趣的点在于呢 制度会随着时宜而改变 那到了明清呢 情况就不一样了 百无一用誓书生 甚至呢清末的文章中呢 对科举制度 几乎都是讽刺跟批评比较多 那同样都是以八古文的格式来写作 但是从明朝开始 却少了近世的考科 也就是师父的创作 导致考试内容陷入了江湖 只要求考生能够造出 合乎形式的文章 而不中考生的实际的学士 所以呢大部分的读书人 他们只为了硬考 思想就渐渐的被狭隘的四书五经 还有迂腐的八古文所束缚住了 也因此明清两代 无论是在文学的创作 或者是各式各样的技术方面 有杰出成就的名家呢 他们多数都失忆于科场 那可以推想科举制度 为政府发掘人才的同时 也埋没了民间在其他各方面的杰出人物 那百年以来 精英被困在科场 虚度的光阴实在是非常的可惜 再看我们现代的考试制度 其实也有很多值得检讨的地方 你说是吗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自圆其说 什么东西可以尝试 就连婚姻都可以吗 请慧文来分享 别走开喔